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肯定改變 而且是朝著有利於中共的方向移動 當然速度可能是比較慢一點 就是應該我判斷政治 軍事 諜報 經濟 政治四個方面 大概最快鬆動的 對華鬆動的是那個是經濟 比方講拜登已經明確宣布 取消中共的關稅 所以很可能他上任幾個月以後 中國商品就可以重新 這個大規模的登美國市場 那麼中國的外匯儲備的枯竭問題 就此解決 美國又開始幫著中共這個崛起了 那麼第二個可能是 他要大增加社會福利 同時削減軍費開支 所以中美軍備擴軍備戰的這個局勢 開始明顯的對中共有利 中美冷戰呢將會由中共主導 逐漸構成對美國的壓迫 你的意思冷戰就沒有了 冷戰以美國往後退縮 被步步緊逼為結果 最後是不是美國輸 我就不知道了 OK 我倒覺得呢 因為小農你這個 你可能現在 當然我也是有這種悲觀的擔心 但是我覺得呢 現在呢 因為像參議院 那個國會啊 國會還能夠發揮一些作用 而且呢國會當中呢 有兩個委員會現在很重要 一個是叫經濟與安全 這兩個委員會呢 現在就有幾個重要級的這個 這個議員 而且呢現在在這一塊呢 大家對對中國的這個威脅呢 應該說是一個就是全民的一個威脅 所以就是感覺到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呢 國會對拜登呢 就是即使他想 Sell的Office 那應該說對他呢 也應該是有約束作用的 何況呢最後 像上回大家記得那個時候 那個中芯公司 這個ETZ GP吧 叫中芯公司 對 然後當時呢 這個他呢 那個川普總統呢 是先是制裁 然後又放開 然後呢 在這種情況下 然後這個 這個國會呢就通過法案 通過法案呢就是要禁止他這麼做 然後就有約束力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但願吧 我確實真的覺得擔心 但是但願國會呢 確實能夠發揮作用 代表美國人民能夠去約束他 但是他可以就跟川普用行政命令 來解決國會的阻撓 對 繞過 對 拜登同樣可以用行政命令 解除川普的所有關稅 然後再解除這個解除那個 比方講這個出口禁令 他也可以解除 所以我很擔心的是 美國將出現一個歷史上 將來歷史學家會說的是 張博倫內閣 當然你 你覺得現在最擔心的 最擔心他的 我最擔心的 他不只是張博倫內閣的問題 我擔心的是 張博倫內閣的結果後面有希特勒瓦 有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不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是我們將可能不得不面對 對 現在應該說 很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因為你只要走綏靖 那現在新版的香港的國安法 已經在那了 而且現在在不斷的推進 在強化這一套 現在香港人民已經深刻的 感覺到了這個緊箍咒 已經在那 隨時想抓人就可以抓人 那下一步 現在感覺到壓力中共的 那就馬上就是台灣 那個我再說一句 就是那個我在今天很正經節目 一直在講這個問題 中共已經習近平已經明確宣布 現在已經修改 中國修改國防法已經完成了 就是從今開始 從今年開始 中共今後發動 對外發動戰爭的前提改變了 過去是說國家 國防安全有受到威脅的時候 會採取應對措施 現在修改成經濟需要就可以對外發動戰爭 這個和大日本帝國是一樣的 國防法修改完了以後 中共會以繼續更高的姿態面對美國 而拜登會以更軟的姿態面對中共 你們倆說完了 說完了 你給你兩分鐘 這個不能由著性子唱反調啊 就是拜登這個 由他的這個47年的這個從政的這種履歷上來看 他應該是比較隨大六的 那麼從這個來講呢 我這個恒清那個 我覺得更更贊成一些 就是國會對他的影響會很大 會很大 他不會像川普總統那樣 鋼筆自用啊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蓬佩奧那個遺產呢 他會繼承啊 或者說本來就是人家的想法 就是第一個加強美國的實力 恢復美國的實力 第二個與這個盟邦修復關係 我覺得在很大程度上 他就是拜登就是個恢復 就是個彈簧一樣啊 他是川普總統壓下去的 他他呢就回來 他不用飛太大計 他就回來 回來之後這四年 可能美國就是一個政治修整 政治修整 國內問題太多 他會目標向內 所以不會像那個蓬佩奧那樣 好像炮聲震震 也不會像川普那樣 那麼在意和習近平的關係 金正恩的關係 就像德格諾貝爾講 我覺得拜登應該沒那個虛誠心了 他家裡頭經了那麼多事 我覺得他應該沒那個虛誠心 好的好的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集的中國研究院的 今天節目 謝謝 我 我 謝謝 都